当时期 原名白秦的潘素 出生苏州贵族 其母为她聘请名师 促其宫女红 习英绿 学绘画 13岁时 潘母病逝 继母王室见她出落的如花似玉 将她迈到上海妓院 张伯鞠 时任盐业银行的董事 主管上海的业务 在烟花柳巷里 两人出狱 一见钟情 几经辗转终成眷侣 那一年 张伯鞠37岁 潘素20岁 婚后 张伯鞠发现潘素的绘画天分 先后拜师朱德普 汪梦书 夏仁胡等 甚至将家中收藏的诸多名家真迹 拿出来供她学习揣摩 着力栽培 而潘素则倾尽所有 支持丈夫收藏 为买回西晋路基 平附帖 潘素便卖了珠宝 为买回随带斩子前 由春途 张伯鞠卖掉了老宅 甚至张伯鞠被绑架 绑匪提出 要潘素卖平附帖 但潘素一直跟绑匪斩旋 就是不卖 总共历时八个月 把两三百万的赎金磨到四十万 才凑够费用 将张伯鞠救回 张伯鞠曾称人生有四大爱好 爱文物 爱女人 爱吃喝 爱读书 但遇到潘素后 就只剩下爱文物了 临终前他立下遗嘱 将自己毕生心血珍藏的诸多西式铭记 全部留给潘素 而潘素又将这些国之瑰宝 尽数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这对喜爱收藏的传奇夫妻 恩爱相守五零年 堪称倾城之恋 致敬